What's up? 今天我跟佑聖哥來做一個我很久沒有做的事情 然後我已經做到了 我挑戰成功了 大家知道我有一點點居高症 可能不是真正的那個症狀 但是我怕高處 所以看到那種牙、高樓 我都會有一種心理的恐懼 但是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在哪裡 我從這邊的懸崖沿著那個可以手扶的拉繩 一步一步從這裡爬上來了 我剛剛本來想拍你那個 你在拍的時候你都其實很緊張 對很緊張 不敢不敢就是讓我身體太多是在懸空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是有一點點居高 但是今天我覺得很開心有克服的感覺 剛剛爬上來的時候 大家去看他的影片就知道 我剛剛爬上來的時候你應該有拍到 我都不敢講話 對 他是有因為剛開始其實爬山路的時候 阿滴其實體力很好 他衝得很快 因為山路旁邊都是山 所以旁邊看不到懸崖跟高的地方 你就是在一片綠葉裡面 所以很放鬆 我其實有重訓有運動 所以我的體力是OK 但是只要到高的地方我真的會有點怕 所以到最後這裡 他這個山 表示兩邊都是懸空的 我就開始有點恐懼 他是故意的 他其實360度是空的 真的 腳有點抖 但是還是做到了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穩穩爬上來 好棒 克服恐懼這樣子 對 穩趴上不來 其實我一直很趴上不來 因為是秘密的 我沒有讓他知道要來這裡 對 到了這裡才直接說 來我們上去吧 20分鐘就到了 對阿我想說 越爬越母湯 越爬越覺得 怎麼上了賊船 但很開心很開心上來了 但既然上來了 對阿我想說 我們來這邊 好 對阿 那個也很好 那個爬上去 兩座山都可以爬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裡 制高點的風景 對 一個是慈母峰 一個是普陀山 但我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總之他的步道都是這樣 幾乎垂直傾斜的 那邊也有 登山客在拍 來 在爬 你現在躲 誒誒誒誒 我讓你拍個三百個數 好 佑聖文 我這邊想要問你 來 我覺得 好這邊好 今天這支影片 其實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關於我的事情 然後我很好奇 你會不會有類似的經驗 就我一直不知道我這個狀況 是不是只有我有 或者是是不是我 有異常 OK 我在面對一些危險的環境 或是狀況的時候 我會腦中不斷的去設想 我發生危險 或發生狀況 像比如說 在懸崖的時候 我一看到我就會 心裡想像一個畫面 是我掉下去的 那你的身體有動 身體不會動 但是我想到之後 我就會抽一下 我就會覺得說 自己怎麼會 來 要抱你們嗎 不不不我們在拍影片 來請 對對對 我只要是遇到一個 那個地方是他可能有一點點危險 我就會心裡不自主的主動 有這些危險的投射 OK 這個狀況是正常的 心理狀況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會 像我自己也會 你也會嗎 我會啊 我其實一到高樓 或是一到 但是我的話是 我會不想要這樣子想 但是我一看到 那瞬間就會自動想像我掉下去了 嗯 你身體沒動就沒問題 身體沒動 對 因為有些人會身體動 那個是有抑鬱症或什麼的 可能會他會身體動 OK 但是你只是想像我覺得還好 那正常都會有啊 這叫求存機制 他會在腦中跑這個畫面 讓你身體不要往前 就警告你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你的這個機制 可是比較強烈一點 就你的可能爸媽 或者什麼 譬如說我太太她是 我懷疑她是原住民 她在山裡面比較多的這種人 可能他就會對水會比較有反感 因為他覺得那個水很快會把他沖走 所以他靠近水他就會有那種 像我女兒他是水碰到臉上 他馬上反應很大 可是我兒子是你亂沖他他也不會 所以他是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我猜你是對於高度 或對於什麼特別的警戒性很高 所以你絕對不會有事 就你是小孩的話 我們就不擔心 OKOKOK 反而這是警戒性高的表現 對 OK了解 我這問題想很久 我一直以為是我異常 有病 有病之類的 因為我第一次有點驚覺說 這個會不會是我異常 是有一次我爸開在高速公路 然後我在後面很舒服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門把 我就想像我開門 然後掉出去 然後滾 在高速上面滾 這個戲是有點多了 然後對 我會想像的 那個畫面會很鮮明很仔細 然後我就抽搐一下 那次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我很舒服想要睡覺 然後瞄了一眼 那個手把之後 就突然有那個畫面 那剛才有嗎 剛才有啊 因為他摔下去 然後滾到山下這樣 剛才是 我只要 如果我一直看著是這個爬上來的平面 就沒事 但是我只要 一瞄 那個很深的 我就會有想像是 我掉下去了 所以你又想克服 你只想知道 有沒有 我是不是正常 對 我只想知道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異常的 有這個反應 但是我覺得聽你剛剛的解釋 是蠻合理的 它就是一個警戒性 因為我身體並不會去動 對 並不會真的去 甚至是連往那個方向都不會 甚至是更退 對 那就OK 好 所以那我要補充問你一個 你到這麼多國家探險 然後做過這麼多 雖然以你的標準可能是安全 但是以我的標準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你都不會害怕嗎 或恐懼 我會啊 會 但是我會想到我做完的那個壞感 會讓我更開心的時候 我會想辦法克服這個恐懼 就我個人身體有一種那種冒險魂未知魂 所以 有些東西我是想達到的 我會眼睛盯著那個東西 過程開始碰到恐懼 因為很多恐懼 碰到恐懼的時候 我就想辦法一個個解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讓恐懼大過 我要做我的事 如果它真的比較大 我覺得危險的我就會停 哦懂 所以我可能只是標準比你們高一點點 所以你看到我好像做很多成功的事 但事實上 有很多事是我沒有成功的 我就沒分享 因為恐懼更大 我會覺得不安全我就不做 我覺得這個讓我想到一句話 就是說勇氣不是說沒有恐懼 對 而是克服恐懼 是 這個才叫勇氣 然後勇氣是 我覺得要強化你自己知道你要做什麼 哦 然後你很想要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勇氣會自然生出來 你就會往那個目標走 對 你沒有辦法空白的去得到勇氣 我覺得很難 你必須有一個很強烈的目標 你會發現我怎麼那麼勇敢 哦 我完全可以體會這件事情 在經歷一些大風大浪之後 真的是 大風大浪真的 你達到目標再回頭看的時候 會覺得說 哇 怎麼做到的 好可怕 我怎麼走過來的 因為你眼睛盯著目標 對 因為眼睛盯著目標的關係 哇 真的是 我覺得這很有寓意耶 要去想什麼提高勇氣騙人的 你要想我的目標是什麼 很強很強去想 然後你就專心去一直 往那地方走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怎麼越走越前面 然後回頭看 就是我怎麼做那麼多事 真的 有點像現在 我就走到這邊的時候 會覺得哇 做到了 然後一回頭看說 剛剛怎麼上來的 而且會想說 我等一下還要下去 我等一下還要下去 崩潰 好 沒關係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來個百萬空拍 我們先來個拍空拍 這個畫面我們都互相提供 我覺得這 這支影片不錯 可以了 謝謝謝謝 很棒的想法 謝謝你們 我待會再想辦法 下山 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明天見 拜拜 好棒 下去的路是 這麼陡 你丟一顆小石頭就會發生 好可怕